回顧50年来 台湾的房市历经了6次的循环 5次打房 而这段期间 台北市的新房 从每一瓶1万元 到现今的新建案 每一瓶动辄百万元起跳 直接翻了100倍 而每一波房价的更迭 都积蓄了时代的眼泪 今天我们要为观众来介绍的 就是台湾的炒房市 台湾房市的第一波上扬 可以从1968年开始 当时的台湾从农业转型到工业社会 那国民所得逐年增加 生活形态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南部的人口到北部来就业 年轻朋友纷纷地自立门户 台北市掀起了高楼大厦的新建风潮 市场供不应求 1972年台北市区 每瓶约8900元的预售屋 隔年只涨到了19000元 而且还出现了一日三世的情况 这一年刚好遇上了中东战争的爆发 石油禁运引爆了油价上扬 通货膨胀 也促使了房价的飙涨 当时的台北市敦化南路 跟仁安路圆寰的黄金地段 每瓶预售三四万块的大夏 推出不到一个月就抢购一通 而时任总统的蒋介石祭出了宪建令 才暂时交习了这一波的炒房热潮 1987年政府宣布解研 各项管制开始松绑 台北市的房价从平均每瓶七万元 一路飙涨到隔年的二十八万 尽管政府出手打房 但房价跌幅也是不过三成 那时至近日 想要买个安身立命的家 对多数的民众来讲 逐渐逐渐地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 尿会形态的综艺节目 艺人宰歌宰舞 这样的表演形态 在1990年代前后的房价市场 微为一股工地秀风潮 在台湾有请杨丽花 还有奉贵贝 桑丽敏 当时算是很大牌的 中华民国政府 却平视良好的计划 和勤森的人民 共同创造了世人传送不已的 台湾经济企迹 从1960年代开始工业化发展 带动都市人口激增 台湾的住房市场开始出现 专业盖屋的建商组织 1961年大陆工程 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复旦桥旁 首盖四层楼 光五新村 可说是公寓烂伤 那建筑成本最便宜大概就是四楼 大概四楼公寓 不用电梯 不用挖地下室 相对的 所以它的房价是比较便宜的 我买来去台北 打招 听人说什么好坑的都在那儿 1990年林墙的《向登铁》 正是中南部民众北漂打听的写照 不只是买一间房子 也是圆一个成家的梦 1966年的户口普查 房屋不足数量达8.3万户 需求大于供给 所以建商锚起来盖房子 再加上从60年代起 台湾经济成长率几乎都有10%以上 民间充沛的资金 大量涌进房地产市场 造成房价节节高升 等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 房子不怕买贵 只怕买晚了 那时候油价大量上涨 那这个原料提升 物价就上涨了 那物价上涨结果大家开始发现 可能要怎么样来抵抗这个通货膨胀 所以就开始买了房子 早上开始公开 卖房子卖得很好 中午准备加价 跟客户讲说 你赶快决定 新的家务本在后面再开始要运 石油危机造成原物料缺乏 买房抗通膨成了全民运动 台北市新房1972年每平约八千九百元 隔年已经涨到一万九千元 而且一日三世 当时蒋介石还在 哪能容忍房市乱喷 下了宪建令大房 那时候他就要求了高楼宪建 所以高楼宪建就是把 原来可以建高楼 他说不能只能建四楼 不能建高楼 再高因为什么 那时候建材大量上涨 钢筋涨了一大幅度 钢筋建材上涨结果 那越高盖越高大楼 就要越多的建材 他说好全部限 只能先建四楼以下 可是四楼以下的话 高楼都是土地又贵 盖都划不来 三不转路转 建商纷纷往郊区拓展 盖公寓 盖别墅 反而又造成一波热销 一样的春天活觉更美 一样的交通活觉更近 一样的卖别墅 活觉更轻松 政府透过控制攻击 那抑制需求情况下 让大家慢慢往郊外移动 那当然相对的来讲就是 在这个情况下就会造成 市场上觉得政府的压抑的政策 这是台湾房市景气的第一波循环 之后房价维持五年低档 直到1979年起 中东战争引发第二次石油危机 通膨压力再度笼罩全球 台湾也无法置身事外 买房保值的观念 促使房价再度飙升 台北市每平突破15万门槛 当时的总统换成了蒋经国 再把老爸蒋介石打房令搬出来 但做法略有不同 他追查资讯来买房子到钱从来来 那一个人追查 那当然知道这个投资者很多钱 那钱从来来就搞不清楚了 那就会被查税 喝税的情况下就成了出来 买两户以上的要炒房的 都会被政府查水表 对建商来说则是祭出县建令 但这个县建跟蒋介石时代也不一样 空地你要献起新建增加攻击 你不能囤地来打 不过如果当然还是使得很多的空地就盖出来 那盖出来结果就当然就造成 风光宇宙的结构下来产生 第二波房市循环在1981年反转向下 隔年跌落谷底 大台北地区房价下挫近三成 许多第一代建商资金周转出状况 纷纷倒闭 政府自觉打房打过头 还端出政策为建商解套 宣告台湾地区自76年7月15日临时起解研 1987年政府宣布解研 各项管制皆有松绑 其中包括外汇自由化热钱来了 新台币兑美元的话 在被美国要求要短短的半年内 要从1比38的兑换率快速升到1比25 你如果有准备的人或知道的人 我现在买新台币的话 你就每一块就会赚到13块的状况 所以导致了非常多的国际热情 涌到台湾的内部 所以股市从2000涨到12000点 股票市场倒茶的小弟 他都比我们这些老师都赚得还多 整个餐厅穷满满的 大家都股市赚钱 买房子两边互相交互炒作的情况下 是非常的夸张 股市一旦开始忘了 半年后接下来就是房市要忘了 因为股票赚到钱的 如果赚的一定大的数量 他一定是投到更有增值效果的不动产的市场 那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带个机 因为上班都听股票 听市场的动向 所以那时候的房市真的是炒得一塌糊涂 出口畅旺 人民口袋迈克迈克 市场上资金泛滥 房价不但跟着标 这回的涨势更惊人 1986年台北市房价平均每平约7万 到了1988年 即拉到28万之谱 在永和地区 一瓶说一瓶12万早上开卖 然后这个中午一瓶13万 下午一瓶14万结案 就转手就 这个将近100万80万的到手 那你不操作是笨蛋吧 看看当时的报纸售屋广告 无论大小建案一定会写明公开日期 公开前几天就会有人排队等着抢 也会出现带牌 挂保证帮你抢到房子 那个号码牌可以卖钱 一万两万我卖给需要的人 那公开那天呢 哇 大家抢 他一直只开放十个人进去 一个大看板 你要这一副赶快贴啊 大家抢贴 一下子都抢得跟 那房价还在抢 抢什么东西啊 好像不要钱了 哇 大家抢 接待中心里里外外 人参鼎 赫成交 声浪 此起彼落 当时建商货代销公司还会准备茶点 民众赏屋有吃又能看秀 大手笔锦衣人站台 一张80年代 明星工地秀架码排行榜 请成龙得花350万 中楚红位居第三 一百万 扶老稀幼 万头钻洞 工地秀最能汇聚人气 当然也会带动满气 一般的民众要看到 这个大盘的明星不容易 所以这个消息出去大家都到工地来 在工地卖房子只要人多 就个假象 好像这房子大概很多人会买 所以对销售也非常有帮助 这是台湾第三坡房市景气高峰 年代也使高雄台中台南等二线城市 房价翻倍涨 直到1989年政府出手打房后 房市才有收敛 但纵使如此跌幅也不到三成 跟数倍涨势不成正比 2000年过后 台湾房地产还有三波循环 房价起落的过程 唯有一点没有改变 那就是人民收入增加的速度 始终追不上房价上涨 内支部最新统计全国房价所得比 9.61倍 也就是不吃不喝9.61年 才能买到房子 台北市更是欧美5倍 房价所得比高达15.77倍 20年前仅仅6.01倍 房屋沦为投机炒作的商品 想要买个家 安身立命 对大多数人来说 似乎成了遥不可及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